今天我们来学习运用平方根来解二次方程 首先来求二次方程 这个方程是x的平方减25等于0 我们把方程一项变成x的平方等于k的形式 -25一项后就变成了x的平方等于25 运用平方根原理求出解 x等于正负5 这是x等于5和x等于负5的合起来的写法 这样二次方程的计算就结束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对一对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第一题 x的平方减36等于0 解是x等于正负6 第二题 3x的平方减6等于0 这里也像1一样解开 答案是x等于正负根号2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求二次方程的解 把方程式移向变成x的平方等于k的形式 然后运用平方根的原理求出解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 有没有人吃的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的解决 练习的内容 我们的解决 我们的解决